艳阳高照下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大型集会 抗议中共25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 纽约州第18选区联邦众议员 派特瑞安在集会上说 非常自豪能代表纽约州他所在选区的80万选民 为法轮功学员发声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 皮耶罗托奇上台发言表示 自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 尽管中共换了几个党会 但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如一 这揭示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陈静宇告诉记者 他的姐姐陈静辉在今年3月 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抓捕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 长九路派出所 他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姐姐 来自中国山东围方的法轮功学员张昭 全家都修炼法轮功 去年11月1号刚结束4年的非法迫害 由于长期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迫害 只能选择远走他乡 中共的这个邪恶的邪教政策 从99年一直到现在25年了 一直在不间断地迫害讨论大法弟子 从未停止过来到自由的美国 这边自由的热情 能持续得到大法弟子 在公开的场合法的 而且受政府支持 规模宏大的人权的悼念活动 悼念大法弟子的活动 反正感受很多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出来 怎么说呢 感谢美国政府 感谢热爱自由和充满爱心的美国人民 游行队伍从国家大草坪出发 途经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 宪法大道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 我听他们来过的同学说 今年的游行局比晚年都要长 在游行队伍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其中自己能站在这个队伍中 自己是其中的力源 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夜幕低垂 法轮功学员们手碰点点烛光 悼念25年来 为坚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 法轮功学员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印太小组主席 金应玉特别录制视频 声援法轮功学员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the CCP's oppression has no limits for 25 years innoce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repeatedly silenced detained imprisoned and brainwashed by Xi Jinping's regime we have also seen growing evidence that the CCP is going as far as forcing organ harvesting from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ies. No one should ever go through this.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recently passed the House. It will impose sanctions on those who have engaged in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 supportive of these efforts, and I will continue to firmly push back against the CCP's segment for the CCP's premiere. Transcription by ESO. Transcription by ESO. Translation by — Please stand up for the CCP's review of the CCP's reviewer. Well, the CCP's reviewer is with the CCP's reviewer.